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1年8月4日 傅明尼斯星波作浪 南美自由杯16强 将会在周三清早展开最后一场争夺 八甲球队傅明尼斯回失足场 与来自巴拉圭的波塔努展开次回合较量 虽然傅明尼斯近期各项赛事整体状态欠佳 各项赛事一度遭遇三连败打击 幸好他们今届自由杯发挥明显好过波塔努 而且在首回合已经展示出继高一筹的实力 不妨看好傅明尼斯双朝波塔努 傅明尼斯上个月在首回合战胜波塔努之后 遭遇一波滑铁卢 联赛里面不敌经济状态极差的甘美奥 其后又输给积分榜的领头洋彭美拉斯 顺势又在与低组别联赛对手基斯奥马的巴西杯首回合告负 幸好傅明尼斯及时唤醒 最近一场比赛是对阵基斯奥马的巴西杯次回合 结果以3比0完胜 相信这一亿终结各项赛事三连半能大幅提高士气 回顾金界自由杯的走势 傅明尼斯一路以来都算是比较健康 分组赛取得三胜二和一副一地组投名晋级 要知道他们身后 还是有何床这样高素质的一支老牌净旅 含金量充足 值得留意 巴西球队在近三界的自由杯当中成绩耀眼 此前二界分别有法林明高和彭美拉斯夺冠 而且这二界的半准决赛都有至少三支巴西球队 而今界已经晋级的队伍里面已经有明尼路 彭美拉斯 法林明高 圣保罗 如无意外赴明尼斯应该能跟上大队 毕竟首回合凭借连尼和阿埃至迪奥各建议工已经取得二球领先 以球队明显高过波塔努一个档次的实力来看 金扑回到主场再度称熊难度不大 反观波塔努近矿显得相当平凡 要知道他们上季连赛常规赛战绩相当出色 不过新赛季以来三场比赛全部打合 而期间仅仅在国内杯赛长到迎波田套 这一切都是在首回合输给富明尼斯之后发生 可想而知他们现在相当欠缺争胜利 回顾分组赛 波塔努六场之取得三胜一和二负 得失球比位4比5 若非同组有另外两队更弱 他们也未必拿到出现资格 不得不让人担心的是 波塔努分组赛期间已经领教过巴西球队的本事 两循环皆输给明尼路 没有入球间且失掉5球 在与富明尼斯的首回合较量当中 其实波塔努的控球率略占上风 而且射门命中目标次数更多 但最终两球完败 再次印证这只巴拉圭球队攻不锐手不稳 出局在所难免 感谢你的收听 订阅我们的频道 就是给我们的支持越鼓励 还有分享给好友给我们更多动力